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一家意大利餐厅 它的名字叫做Parko 哇 这家餐厅真的也历史悠久咯 因为我是从他的父亲的时代 吃到他儿子接掌 已经是两代情的时间 而且Kevin呢 非常的孝顺 当爸爸过世以后呢 他一肩扛起了这个责任 那我自己呢 也很感谢他 因为呢 这个好味道还是可以保存下来 我自己最喜欢吃哪几道菜呢 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淡菜 这个淘锅呢 是他们特别和英哥定做打造的 因为外面呢 会让你感觉起来不会这么的烫 但是呢 当中呢 它所有的这些好味道跟食材呢 都能够保留住它的鲜味 以及它的热度呢 会让你还是觉得滚烫的感觉哦 我自己很喜欢吃的是这个 大蒜辣椒的淡菜 再加上九层塔 这两道呢 别具不同的风味 吃一下九层塔淡菜 哇 我每次吃这些淡菜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过瘾哦 你看好多的洋葱在其中 然后呢 淡菜一口接着一口 吃完九层塔口味 我要来吃一下大蒜辣椒 好吃 但是有个最重要的元素呢就是 哇 你们搭配了这个热腾腾的手工面包 而且超级有弹性 一口接一口先播给大家看哦 哇哦 嗯 你知道怎么吃吗 这个面包再加上大口大口朵银这个淡菜 沾上里面的酱汁呢 你会觉得酥的鲜美的味道呢 都富含在这个面包当中 我觉得真的是日月精华都在其中 沾上完我最喜欢吃的淡菜和手工面包之后呢 我一定要从顺序开始咯 这道沙拉呢 也是我自己爱吃的主厨沙拉 这道主厨沙拉呢 它的材料真的非常的丰富 包括了上好的薰鸡 还有起司 还有蛋 还有新鲜的罗曼 还有番茄 真的叫做主厨沙拉 这一道就已经非常的丰富 蕴藏其中 好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 也是我喜欢吃的意大利面 这道意大利面呢 跟我们一般吃的口味不尽相同 它是特别用了干贝 还有辣椒 像是辣椒大蒜的蒜片面 再加上干贝 把它蕴藏其中呢 再经过这种比较干炒的味道呢 我觉得它有点中式爆香的感觉 但是又有意大利非常正统的味道哦 好 七口意大利面 我也好喜欢插的干贝哦 而这道酥炸拼盘呢 大家看到了 这边呢 很多很棒的比利时啤酒呢 真的刚刚好配这道酥炸拼盘 它包含了像花枝啦 薯条 还有雪鱼条 让我来吃吃看哦 来 吃吃看它的薯条 这里的味道呢 有不同的层次 再配上一道番茄料理就更完美了 这道呢 是叫做番茄罗勒炒海鲜 包括了蛋菜 虾 花枝和蛤蜊 然后呢 经过了番茄还有很多香料的熬煮跟拌炒 这道菜呢 也很下酒 也很开胃哦 这道番茄披萨呢 是凯凡老板推荐我的 他说这道披萨当中有四种不同起司的组合 待会我一定要好好来尝尝看 吃一口凯凡介绍的披萨 真的是不太一样耶 好像起司 有真的多种不同的风味 这道肯穷风味炭烤猪排呢 它是用了上好的猪肋排 再加上了像番茄丁 还有西芹丁 运用了法式芥末呢 还有肯穷风味的香料呢 共同腌制 炭烤而成 所以这道菜呢 非常的美味哦 但是 凯凡老板说了 如果你不打电话 先给他预定 你可是吃不到的哦 所以 想要吃就要早预定 好 另外介绍的一道呢 是香蕉千层派 它是他们这里的招牌甜点 小红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吃 可能会让人体重有点增加 但是你还是觉得很想要大块多一番 它是煎的蛋皮呢 再加上了奶油 还有香蕉 一层一层的 就像厚厚的千层派 一口咬下去呢 我都觉得 哇 那厚实的口感 让你真的觉得扎实两次来形容 绝对不为过 好 大家看到桌上好吃着满满的一桌菜 到底要多少钱呢 答案是三千多元 四千元有找哦 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也想要吃这一桌好料理 那就跟着温小红的私房菜单 照着点准备错咯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温小红 台北英迪萨台北应时尚 带给你最新的流行时尚生活资讯 以及明星名人的深入访问 听说明星名人的跟着 旁白环柿带的方法 来自家也想要看 返回来的 黄彩带的道德 真的准备 等下来自家的 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